本姑娘为了救我受伤了 还好萧将军及时赶到 王爷从萧将军的军饷里 发现了钳字印的甲铜钱 王爷说 刺食李章大人难逃干系 景大人便跟王爷打赌 去了县衙 我带王爷和萧将军回家 没想到被我哥挤住了 他上来就是一顿兄 这破脾气 真拿他没办法 老先生 晚辈有个不情之情 有什么话你直说 别客气啊 外面天色已晚 不知老先生 可否让我等一行人 在府上借宿一晚 真的 还住在这儿 这位大人 我们可是武座的家 平日里乡里相亲的 都嫌我们武座人家晦气 可是连院子都不乐意进的 您真要在这儿住下 武座为亡魂喜愿 协助官府衙门 急凶除恶 何谈晦气 各州县衙门 皆有停尸房 楚楚也曾见过我长安家中 也有停尸 艳尸之处 若真要谈晦气 恐怕我与诸位不相上下 您家里也有艳尸的地方 有 他家里真的有 我还在那里面艳过诗呢 艳尸结果乃是查案之根本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身为刑御官 不得不慎重一待 快去收拾房间 再备些好酒好菜 那好酒在哪儿 你不知道 我放这儿的 我知道 我先拿去 你给我来 张云 陈锋 在 你们去找一趟警役 告诉他 我今夜在此住下 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必等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你干什么呀 跟哥说 那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刚才不都说了吗 他们一个是朝廷里管刑狱的大官 另一个是他哥哥 是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还在咱们这一片搅过匪呢 这都是实话 你一个人去长安 怎么会认识像这样的人呢 是考武座的时候认识的 考武座考人家家里偷寻了 我在长安的时候一直在帮他查案子 他就让我住在他家里 方便他随时询问我 还住在人家家里了 不是说让锦衣托上礼仗半日 咱们用过晚餐之后 就去县衙跟他会合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住这儿啊 你不觉得 楚家对待楚楚 不像是对待亲生女儿吗 我看他们对楚姑娘都挺好的呀 是挺好的 但是好的不太对劲 不太对 楚平作为父亲 虽然对楚楚疼爱 但是疼爱的有些见外 见外 我离京之前 曾经办案 让母亲担心了一晚 我去找她时 向她讨口茶喝 她也咬牙切齿地说 一口水都不给我喝 楚楚离家这么久 阴性全无 现在突然回来 这楚平 竟然连一句责备都没有 许是楚平 没咱母亲那么大脾气呢 不是 还有楚河 她的表现 也不像是一位兄长 这个楚河是有点怪 要是你长时间没有回家 突然被几个人送回 那我必定是先看你好不好 只要你好好的 送你来的人 没有什么恶意 那我肯定是要先谢谢人家 这个楚河倒好 好像咱们越有善 她就越在意咱们是什么人 越对咱们有敌意 是这样 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 怎么能随随便便住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啊 你怎么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啊 她安的是好心 你不知道 我当时钱袋丢了 还被人冤枉 是她抓到小偷还帮我把钱袋找回来的 我在街上被人劫持 也是她让人救我的 还有 她一点都没有瞧不起我 她说 我是她见过最好的武作 我上次武作考试没考过 她还肯再给我一次机会 哥 她说了 如果她肯录用我就带我回长安 如果决定不录用我 也会问我审核出身的情况 完成武作身份的审核定级 她还要审核你的出身 哥 你第一次到县里参加合级考试 不也有这一项吗 是 是 我知道 外面的人都说我是爹和别人鬼混私生的 可从小你们就跟我说过 叫我不要去理会 他们都是瞎说的 她是我见过最聪明 最公正的人 她一定不会轻信这些瞎话 她会自己查清楚的 丫头 你非要当这个武作不可吗 楚家祖祖辈辈都当武作 我也是楚家人 当然要当武作了 这 如果这世上 真的没有愚眠判官 那最让人羡慕的 应该就是 她身边的武作了 我本来以为 她把我送回家里 是不想要我了 可她还要在咱们家再住一晚 那我就还有机会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我一定得把握住 你就这么想跟着她 不要这个家了吗 当然不是 等我干出个样子来 就把你们都劫去长安 哥 长安特别大 特别漂亮 什么都有 你肯定会喜欢的 哥不喜欢 你路上跟我说了父亲的事 你是怀疑 父亲跟楚家有关吗 这楚家 与父亲来往甚密 一定有 有关于父亲的线索 楚家既有意隐瞒楚楚的身世 楚楚又有意隐瞒着坠子的来历 这些疑点 唯有在此处 才能够解开 你确定 那无疑 真是咱们父亲 这是唯一的可能 我看楚家也都是老实人 要不 咱们干脆直接问个清楚 还不是时候 行行行 听你的 不过 你是不是考虑 再叫几个侍卫来 或者我叫几个兵来 不然 你今晚得跟我说一块 实在不好意思 这穷枪僻壤的 平日里就这么几口人住 也没什么亲戚往来 能睡人的屋子没那么多 就只能腾得出一间房来 没事没事 够了够了 我们兄弟俩 也好久没一块睡了 是不是 那就委婉为大人了 不好意思 多谢多谢 那我先告退了 走吧 掌柜的 西南的货到了 这个是清单 请您定页 你下去吧 我看到你 我没得过 我真的没法 我再到我 哎呀 他没法 快 大人 这是刚才的蘑菇 二位大人 尝尝牵 这是我们这边山上的特产 你这个傻小的 你还待着赶紧给客人倒酒啊 这些都是储丫头一个人做的 说是要好好谢谢大人 您要是吃着有什么不合口 只管罚储丫头一个人 王爷 请 前周的备茶原来是这个意思 王爷 这茶酒不分家嘛 下官专程从州府衙门带来两个厨子 不敢与那长安的名厨相比 只是这几道前周小菜做的尚客 请王爷尝个新鲜 冷姑娘尝个新鲜 是是是 尝个新鲜 尝个新鲜 李刺史还真是有备而来呀 了表敬意而已 王爷 王爷请 冷姑娘请 这是下官 谢王爷赏赐 这是下官 谢王爷赏赐 你啊 装什么傻啊你啊 这 这 这 王爷 下官愚钝 还请辞交 李刺史和郑县领都看不出这个铜钱是私鲜的吗 下官该死 下官身为乾州刺史 竟不知在自己治下 发生此等大逆不道之事 下官罪责难逃 还请王爷从眼发落 下官 下官也是罪责难逃啊 李刺史 郑贤令 可快请起 李刺史不必自责 这一笔铜钱 饥渴乱真 常人很难察觉分别 我也是 在来信牙的路上 经过及时偶然发现的 不过 事关重大 还望李刺史 速速撤查 下官来查 住前需要大宗人力和物力 你为乾州刺史 对乾州情况最是熟悉 此案交给你 最为合适 所以李刺史 只管大胆去查 下官 好了好了 不谈公务了 只求今晚 宾煮敬欢 又吃又喝 你没心没肺 有消息没有啊 有我不会说啊 没有没有 按着日子算嘛 就算这许如归 没有消息传回来 那也应该有 八百里加急公文到了 他得抱着 萧锦鱼的死信啊 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要是师父问起来啊 这怎么办啊 你也不容易 许如归这孙子 办事磨磨唧唧的 你也跟着倒霉 孙子 他就是孙子 没事时在酒楼好吃好喝 出了事还得我们给擦屁股 你说许如归会不会觉得 秦公公顺利不如以前 趁机跑路了 跑 不会 到哪儿跑 他家就在这儿 妻妾不要了 孩子不要了 有几个像萧衡那么没人性 你可打住啊 明天可是驸马的祭日 你就不怕他晚上 入梦勾你啊 你别了胡说八道 丧气不丧气啊 王爷 我没喝多 王爷 露面湿滑 王爷 小心脚下啊 王爷下官愚钝 该发一杯酒 不不不 该发三杯 三杯 张强令 早些休息 我们改日再继 是 是 是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就是喝得有点儿气 瞧你这小身板 行不行 把这个吃了 过会儿就好了 不让我喝酒 不让我喝酒 还把我的都喝了 不行下场什么能 行 我行啊 你身上有伤不能喝酒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对了 你是不是还得去找王爷啊 对啊 待会儿我就走 我在心眼里看着 要是有人问起来 我就说你去给我买宵夜了 你真当我傻呀 我也看出来了 那个郑友德是郑喝多了 但是那个李章 是装醉的 行了 等我把宵夜给你带回来 快去吧 快去吧 王爷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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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没有喝酒 头有点儿晕 出来欣欣酒 刚好 我做了醒酒汤 你快趁热喝了吧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不辛苦啊 我做饭的时候就备下了 你肠胃不好 喝了酒 要是不喝碗醒酒汤 胃里会难受的 你怎么知道我肠胃不好 这一路上我都看出来了 你不爱吃冰冷的 也不爱吃油腻的 再口渴也不肯喝口凉水 偶尔在马车里打盹的时候 还会把手习惯性的污在胃上 常年有胃病的人 多半都有这个习惯 谢谢你这样为我留意 不过 这件事情还要请你替我保密 千万不要让我凶整 还有景仪他们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吗 一点小事 没什么要紧 让他们知道 又要实事迁就我 平添麻烦 那你把这个都喝了 我就替你保密 那你把这个都喝了 多谢 该我谢谢你才对 我家里人都很热情很好客 可是我们五座走在街上 都被别人躲着走 更别说有人愿意上门做客了 你愿意在我们家里吃饭 在我们家里住 我们家里人都特别高兴 当真 当然 今天的事 我们家里人都能跟别人说到好几年呢 我是说 我到你家里来 你真的很高兴 我 我 一开始 其实不想让你来我们家的 你说过如果决定不录用我 就把我送回家里 我怕你把我送回家里 就让我留在家里不要我了 而且 我在我们这儿名声不太好 我怕你要是知道了 就算你打算录用我 也会改变主意的 名声 我跟我哥 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哥的娘 是我爹的娘子 他在生我哥的时候就难缠死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娘是谁 外面的人 都说我是野种 不过 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说过 我只需要好好表现等你的决定 既然你都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决定 我就不能胡思乱想 我既然选择了想要跟着你 首先 就应该相信你 来 打开看看 王爷 这 这是 是 你先前应替我办差 毁了一套工具 我理应陪你一套 这些材料 都是从长安最好的住建师那里寻来的 强韵 耐辅 只是时间太赶 一路上有条件有限 来不及做得更细致一些 这是你亲手做的 嗯 从长安这一路出来做的 嗯 不可能啊 我这一路都跟你在一起 你不是看书就是看案卷 没进去做过这个 都是夜里的时候做的 夜里 你不睡觉的 好 我自小少眠 习惯了 只要你喜欢 我就不算白忙 当然喜欢 可是 这 太贵重了 若能让你用得成熟 他才是真的贵重 景大人 景大人 你吃饭了吗 我爹出去打酒了 一会儿就回来 你要不也进来喝一杯吧 不用了 借王爷说几句悄悄话 好 那我先进去了 哎 楚楚 有没有什么能吃的 方便带的 帮我包点 好 李章和郑永德那边的底子 都摸清了 这个郑永德啊 倒是没有什么 不过他跟楚河的描述 都有点出入 不欺负百姓是真 但绝对算不上一个好官 最多算得上一个老实官 老实道有点糊涂的那种 连他手下那个县城啊 心眼都比他多 看他这几年办案的情况就知道 虽然头脑愚钝 但还算认真情敏 李章如何 住前的事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我按照你说的二话不说 就把案子直接塞给他 然后他就在酒桌上早早地装醉 生怕我多问他点什么 我呢是输了 不过一个有关楚家的消息 能抵五个金通宝吗 说 我跟这个郑永德打听了楚家 郑永德来官领县上任的时候 楚楚已经在楚家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楚楚的生母到底是谁 不过用郑永德的话说 楚家一家人都是怪胎 什么意思 他说楚家平日里 跟活人没多少来往 却总喜欢去祭奠一些 跟他家没半点亲缘关系的死人墓 他们自驾省吃俭用 祭拜这些死人倒是大方得很 王爷 你不觉得这里有点蹊跷吗 有蹊跷 你是说楚楚生母的墓 就有可能在其中 怎么样 只如我个通宝吧 久那人 谢了 慢点 雷大官 慢点 我先走了 慢点 哥 哥 你喝多了回屋去 我没喝多 我脑子清闲得很 怎么回事 谁知道他这么点酒量 刚才好好的 我没喝多 你说你是长安来的大官 我不信 你要本事证明给我看 哥 你别闹了 爷爷都睡了 那你也去睡 没你睡 敢不敢 你要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有个闹鬼的宅院 就是以前 巫医住的宅子 你要是能把鬼抓出来 我就信你 巫医住的宅院闹鬼 哥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先到魂屋去 楚楚 可有此事 当真有 巫医宅院闹鬼 也有 好多年了 整个平浪阵都知道 你要是不敢 以后 就别来找我妹妹 好 明日一早 我随你去看看 明日一早 就现在 那鬼晚上才出来呢 明日一早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怕了 听见没有 鬼哭声 就是从 那个宅院里传出来的 鬼哭声 怎么呀 敢不敢去 既是如此 那就有劳楚兄 在前面带路 王爷 你当真敢去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鬼 正好今日掌掌见识 楚兄 请吧 小将军 你快劝劝王爷 我也没见过鬼 我跟锦鱼一起去 走 走 等等我啊 你还真去买宵夜了 当然了 怎么样 酒醒了没 不难受了吧 醒了 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温柔 我偷 偷点 快起来 别忘了你现在是安居王 王爷哪能做成你这样 原来你今晚是把我当王爷对待了 不是王爷吩咐的吗 让我全力配合你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清醒王爷了 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啊 瞎说什么胡话呢 西平公主让你跟着来前周的时候 没对你说过吗 她有意让你和王爷成亲 你既然答应来前周 那你是不是就答应这种婚事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我姑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况且 你跟王爷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谁会跟自己的兄弟成亲啊 你是女子 我才不要跟你当什么兄弟 行 那姐弟 姐弟 不行 姐妹 姐妹总行吧 我看你就是酒还没醒透 小爷我说了 谢谢你 赶快回去睡觉吧 姐妹 姐妹 上个你当前妹 怎么一个人在这干坐着呢 夫人还没歇息啊 夫人还没歇息啊 你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还是又偷买什么东西了 夫人 一点琐碎的事情 就不劳夫人挂心了 不说就算了 好像啊 谁还管你那些破事似的 本来啊 本来啊 我是想告诉你 如何解决安郡王和冷月姑娘的婚事 不过呢 既然你不敢劳我挂心 那就算了 别别别别别去 夫人 夫人息怒啊 夫人息怒 夫人坐坐坐 夫人 夫人 你不是喜欢 柏谷斋 那段从汉宫流出的芙蓉玉镯吗 明天我就给夫人弄回来 那倒是多酒钱的事了 那肯定早就被人买走了 只要夫人喜欢 那就是夫人的 她就是赏天入地 我也给夫人弄来 是还差不多 那就请夫人赐交吧 我跟你说啊 好 好 哥 算了吧 咱们还是回去吧 不行 今天必须把这鬼给我抓住 你别怕 要哥保护你的 就是这里 就这 你敢不敢进去啊 咱们再做 咱们再贴 干净 咱们再贴 我 咱们再贴 咱手 咱们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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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劳烦兄者 把这石堆给砸了 好 我去找东西 为何要砸这石堆 你不是要我捉鬼吗 你的意思 鬼藏在这里啊 不 应该说是这些 把所谓的鬼 困在了院子里 楚楚 你说这巫医原来在的时候 这宅子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是小时候的事了 有一天 这宅子突然发出这种声音 巫医大叔一点也不害怕 我一开始挺害怕的 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那里有什么所谓的鬼 不过是夜间山区多风 这院墙影响了风势 这才有所谓的夜来鬼库 来 你们让一下 哥 哥 小心 这鬼事还真没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瞒不过附近 除非他故意为之 故意为之 哥 这墙里好像有夹层 啊 好 好 好 这 这墙里怎么有东西啊 为什么会藏在这儿 是巫医大叔放的吗 快 把它抬出来 还好不是巫医大叔 白糕泥 木炭 麻布 花椒 巨蟹 这些都是 防腐的东西 这具尸体 应该是有人刻意保存的 刻意保存尸体 是巫医大叔吗 他藏个伞在这儿干啥呀 这不是唐炉子用的铁棍子吗 这天一会儿应该是要下雨 先把尸体抬进屋里吧 好 楚河 来 打把手 别动 让楚楚来 我才是观灵县的舞座 有什么事儿 让我来 你放在喝了酒 醉意未消 在上官面前言行尚不可自制 你要我如何相信你 能履行一个舞座之职 哥 我能信 楚楚 来吧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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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内侍省的牌子 内侍省啊 这里怎么会有宫里的东西 死者 死者怎么了 死者 不男不女 不男不女 宫馆 这地方怎么会有宫馆 这个人的尸体被保存得很仔细 看着击骨丰满 好像是死了没多久 其实 他应该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这种尸体在我们武座行里被叫做尸尸 以前听爷爷说过 这还是头一次亲眼见到的 可能验出什么死因吗 死者身上有多处锐气伤 伤口细窄 致命的那处伤是从左胸第五根肋骨处斜向上刺入的 直到贯穿心脏后 从左上背部刺出 凶器 大概是个尖头 锐利 圆柱状的硬 就像 就像这个 对 就像这个 不 像这个 在我行 我行 从外面的 令人的利益 在我行 你 在你 我行 我行 你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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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行 我行 你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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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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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想念 月光寒天色晚 尘世间冷漫 唯有你身边 拥抱让我眷恋 闭上眼 又相见 在耳边 拂过你的发现 岁月长情一切 任世间遗憾 没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着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 牵挂着此生未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 依靠 远方的此生的 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